第四千三百六十六集 叶晨来到天雪星安排之地 盘腿而坐 昨日的一战有诸多收获 叶晨隐隐感觉 自己快要突破太真境了 跨入那世人都不曾跨入的五须境 然后再进入太真境 恐怕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叶晨小友 直前一战可曾有所顿悟 一道苍老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肃杀悬疑的老人 在那日一战之后身形愈发哭泣 有一些 劳夫猜测恐怕要不了多久 你就要突破了 还有 你不属于这里 是不是快要离开了 叶晨谋子一宁 虽然心中有了计较 但是想真正地实现 还需要印证 即便是他也不敢打包票 叶晨点点头道 身体恢复我就离开了 老人不再多言 摇摇头离去了 叶晨不再多想继续修炼 同时施展八卦天丹术 治愈伤势 让叶晨意外地 这药元之中 八卦天丹术的效果极其恐怖 要不了多久 叶晨就感觉自己即将恢复巅峰 可当他睁开眼眸 确实发现 这天宫神教的药元 竟然变了 前来负责打理药元的 天宫神教门徒健壮 像是见了鬼一般 四散逃开 毕竟先前的生机勃勃的药元 此刻已经是毫无生机的绝地了 这下惹麻烦了 叶晨无奈 只得是苦笑摇头 想着该怎么去跟天雪新解释 毕竟这一元的宝药 要是放到外界 每一株都是各大势力疯强的宝贝 嗯 下一秒 叶晨也是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 虚灵神外运转 他的身影原地消失 片刻后 叶晨的身影出现在 天宫神教的广场之上 众多的弟子门徒来来往往 好不热闹 我的感觉错误了 叶晨望着眼前 一片和谐的景象 也是不免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响起了一道声音 天神山禁地 听说有人闯入 宗门长老都是亲自前去镇压了 啊 天神山禁地 是礼待天宫神教巨拨埋葬 之地 除长教和和心长老外 任何人不得踏入 为者死 我叫门徒弟子都是知晓规矩 怎会有人闯入 难不成是外敌来犯 噓 听闻 是那前些时日 来天神教的小姑娘 与叶晨一道而来的那个 叫做玉清音的女子 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 进阶被叶晨收入耳中 叶晨眸子微眯 他不认为玉清音会如此貌视 但眼下的事情显然极其复杂 严重的话 玉清音甚至可能会被处死 他不再多想 身影一闪快步冲向天神山 所在的大殿 很显然他叶晨 是要立就玉清音的 此刻大殿之上 你是说你朋友 闯入了天神山 天雪新眉头一皱 与这件事情相比 更让他值得关注的是 叶晨的状态 你竟然恢复了 这才多久 看来 你已经成功踏出那一步了 天雪新对于叶晨所言之事 并未上心 反而是顾左右而言他 叶晨不语 目光直视着天雪新 但那淡漠的深思 倒是大有一副 一言不合就要开打的证实 天雪新见状直言道 这小丫头是你什么人 竟是让你这般上心 叶晨直言道 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而且我相信他的为人 玉清音绝对不会无缘无故 踏足天宫神教禁地 他一定是有某些难言之隐 禁地 你也知道 这天神山乃是我天宫神教禁地 诸多前代长教 以及昔日为神教 立下过血汗之宫的巨布长眠地 天雪新轻叹一声 但态度却是表明了一切 他不愿插手这件事情 那写在脸上的神情 叶晨自然是读懂了的 他望着天雪新再次开口道 你说过欠我一个人情 可还作数 天雪新一愣 但还是点头应道 自然 那好 我需要你帮忙救下雨清音 就当是还我这个人情了 叶晨开口道 你确定 我的人情要用在这等小小事情上 天雪新也是有些不太理解 不过是个犯了禁忌的小丫头罢了 值得叶晨如此上心吗 她是何人 天雪新开口问道 我的朋友也是玉家的后人 叶晨轻声回答道 面前女子薄纯微微张合 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始终是不曾开口 两久后 千言万语化作一个首饰 从我命令 带玉清音那个丫头来见我 大殿之上无人回应 但不多时 一众长老压介着玉清音 赶到了大殿 为首的正是天宫神教长老 袁修 袁长老是否有何误会 天雪新此刻端坐于首席之上 开口问道 回禀长教大人 此女贸然闯入我教禁地天仙山 企图图谋不轨 被我等擒货 按律当死 袁修等人 作为天宫神教的老人 对于守护禁地天仙山的职责 那是时刻铭记心间的 如今被人强闯 于公于私 都是要严加问责的 一旁的玉清音挣扎道 我不是故意闯入贵教禁地的 那是因为 严吉此处 少女几经思量 还是选择闭口不谈 一旁的夜晨与天雪新健壮 也是发现了异样 袁修长老 此事里面不要再过问了 与丫头前往天神山 是我受益的 天雪新一开口 袁修难以置信地眼眸 瞪得老袁 死死盯着自家长教 怎么 你是不信 接连两声询问 将袁修的思绪 拉回到现实之中 长教乃是如此强者 行事做派 自有自己的考量 他这一举动 实属不该 袁修不敢 这便退下了 急忙对着身边的 另外几名执教长老 使了个眼色 几人临走之前 还不忘回望夜晨一眼 很显然 在他们看来 这一切都是这个小子 暗中捣鬼 承我命令 即日起 玉卿因为我侵传弟子 地位待遇等同于 吴玉之 又是一声令下 整座天宫神教 陷入八卦的漩涡之中 听说长教 又是收了一名侵传弟子 看来 吴玉之师姐 要失宠了 这话可别被传到 人家耳朵里 要不然有你好受的 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他 他还在闭关呢 当然 对于天宫神教 掀起的轩然大波 夜晨是半分 没有放在心上 玉卿因尽管有疑惑 但相信夜晨 不会害他 此刻的大殿之上 三人静默 丫头 且试一下吧 半场过后 首席上的人影 率先开口 语气之中 有了几分的责问和示威 玉卿因不作答 先是转头望向夜晨 在得到她的首肯之后 这才缓缓开口 先前 我在天宫神教的广场之上 感受到了阴谋圣殿的气息 仅是一句 夜晨便是一正 玉卿因是绝对不会说谎 骗自己的 更何况 先前的广场之上 她也是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气息 难道真的被阴谋圣殿强者 混入其中了 丫头 你可曾明白 在我眼前撒谎是什么下场 天雪新先是脸上 涌现过一抹意外之色 旋即翘脸一寒 沉声道 长教大人 小女子断不敢撒谎欺瞒 我本是阴谋圣殿的圣女 对于阴谋圣殿的血脉剑脂的气息 再熟悉不过了 先前也是纳闷 这才拴着线索追查而去 我一路跟着线索追查到了天神山 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呢 并已经被神教众位长老 堵截了去路 玉清音原原本本地将事情的经过 说给了天雪新与叶辰听 言必耳人沉默 天魔圣殿 天雪新银牙紧咬 这个该死的势力还真是无孔不入 直觉告诉叶辰 这里面的事情绝不简单 他转身对着天雪新道 我们还是要去一趟天神山 天雪新轻咬薄唇 还是轻轻点头同意 我能感知到 那股神秘的气息还在 玉清音开口道 三人的身影从大殿内走出 虚空撕裂直奔近地天神山 与此同时 天神山 天神山仍旧是那幅永不更迭的美景 先前叶辰跟随老人前来进地寻望天雪新之时 曾经踏足过此地 只不过这一次 玉清音的脚步却是指引着众人 向着山顶之上进发 那是天宫神庙的方向 天雪新一阵心仪 那方向分明是天宫神庙的方向 而天宫神庙之中 迷幻阵法重重 除了自己之外 短无外人可破 一时之间 天雪新也是察觉到了异样 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了 天雪新一把上前拦住了玉清音 这天宫神庙的方向 处处藏匿着杀机 也是为了防止外人踏足 既然如此 今日我便亲自带路 一探其中究竟 叶辰也是轻轻点头 这禁地的阵法 连他对镇子学的了解 都是一时之间 看不出端倪来 先前老人带路之时 也是同感 殊不知 还有一场巨大的阴谋 在等着他们 一行三人 在天雪新的指引下 快步前进着 随着步伐的深入 就连天雪新自己 也是不断地 开始怀疑起来 这步步充满杀机的大阵 一散而出的能量 时刻提醒了众人 一旦踏错半步 遭来的必是 无穷无尽的杀劫 但令他惊讶的是 这阵法看似正常运转 四十八周天 眼神不停息 但其中却是 蕴含了一种 奇特的气息 一种连他自己 都未接触过的 神秘气息 难道是有人来过 这个想法一旦 从天雪新的心口萌生 便是再也止不住好奇 脚下的步伐 不由地加快 他向着天宫神庙的方向 进发